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揭发不公不义 维护你我知的权力 我是赖丽赖小英 今天来宾是判官 吴宗盛委员 大家好 委员那个很忙又开议了 对啊对啊 因为有很多案子 都需要调查 揭闭让大家知道 我们当然是希望 不要有弊端 但是有弊端就要把揪出来 不然就是纵容他们 就像这一次的死刑视线 哇这样子帮这个 这个死刑犯这个解释 要维护他的人权啊 但是被害人的人权呢 都没有被讨论吧 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 整个弥漫的是 少数绑架多数的民意吗 一百多位立委 抵不过七位大法官 赞同这个废死吗 那这个詹森林还说 不用管民意是不是 他的意思 他是认为说 大法官视线是不用管民意 对啊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就像法官 法官依法独立审判 其实他不用管民意 其实这个在法律上 是说得通 但是他的前提是 你也不能去做愿你的权限 比如说大法官 我今天在宪政制度上面 大法官是在解释 法律跟宪法有没有抵触 那你就跟我讲 有没有抵触就好 那你为什么加了一堆 要求跟限制 甚至要求说 比如说一个省级 要全数的法官都 同意判死刑才能判 像这个东西 就已经预约大法官的权限了 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不能说有利的 你都拿出来讲 其实不过我要先说 詹大法官是我非常尊敬的法官 而且大法官 而且他一路以来 其实他说的东西 都有他的道理 那当然他这一次 他有他的兼职 他对于废族死刑 有他的兼职 这个我们都予以尊重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大法官在视线 你就扮演好你视线的角色 而不是说你再去创色一些 不是大法官该做的事情 是 这个就不对了 甚至说你司法权 你要侵害立法权 那也不对 那大概就是 我对这件事观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那个创色 他说先是部分核线 对不对 那也是 就是说废族 他们等于也没有直接去说 他是yes或no 那但是嘉然说零零框 他是这样 他是第一个 他对于唯一死刑 他认为违宪 他认为说法律的设计 不应该这样 那我想这一块 比较没有太大的争议 那但是他后面是 他后面走的那一套便实质废死 那其实在我来看 就是大法官其实又转了弯 因为在蔡英文主政的时代 我们都认为大法官 如果对于这个死刑去示线 他一定认为说 这个有死刑是违宪的 可是 现在是赖清德总统的时代 赖清德我不认为赖清德的个性 一定会认为死刑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死刑 废死毕竟是民进党的党纲 所以民进党大概大多数 还是会朝向这个方向去运作 但是如果今天 大法官做了一个解释说 这个死刑是违宪的 那也有非常多的民间团体 已经说要上街头了 所以今天大法官做出来 这个东西其实 他是我个人认为是有点取巧 他取巧的方式就是 两面都讨好 对 我也没有说你违宪 但是我就实质 让你根本判不了死刑 是 就像那个有网友说 就是有一个儿子呢 就是要娶他的他家女儿 然后爸爸就说 好 我不会反对 但是你先买个地保给我 那问世就是做不来嘛 那这形同实质废死 所以这个等于说是 站在八成四的民意的对立面 那我们其实不是有国民法官吗 你法官不敢判死刑 不敢执行死刑 那国民法官来参与啊 这个因为我们有访问到 一位这个妈妈被害人 那她的女儿在2014年的时候 跟一位声称台大宅王的 张燕文交往 那爱不到就把人家给杀了 这个张同学就把女方给杀了 而且还亲吻她的身体 那个这个事情 当时非常的震惊社会 我们现在有访问到这位妈妈 我们来听她怎么说 好 你为什么要杀了你的女友 张燕文在看到当时路口的监视影像后 情绪崩溃坦诚一切 并且流泪要求法官判她死刑 还曾写协议书承诺赔偿 女友家属一千万元 但张燕文的父母 竟然向被害人家属说 如果儿子被判死刑就不赔偿 引发家属不满 一审精神鉴定可教化 让她免死或判无期 案子到了二审 还逆转获得轻判 您妈妈你好啊 中天賴小姐 刚才那些新闻出来 说部分违宪 一定要最严重的才会判死刑 其他都不能判死刑 不然是违反人权 你感觉这样对 这样说的也不对 以我们来说也不是 因为我们人才人 你就要背一颗钱 就要再帮他们 这样去逼好贵 人家庭中在这边 人家的疼苦 他们应该不会听 我也不可以说 嫌犯那边有没有 他很好对你们做什么表达 有忏悔吗 你觉得他有改过吗 我有看着他要知道 他要怎么改革 他就在那里面 就看他出来的情形 那样 我也不了解这 那久了 我哪已经 想自己的逗家 太太太 但是就 要怎么跟他讲 怎么说 是有梦到他什么吗 梦到是有啦 有啦 是怎样的 他就都 他就都 点点给他看 我就看到他 他就 我跟他说 他也很难 他说 他说 他就这样 揉揉揉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把他打那些 打一打一打 真香 所以这种 看不 这样这种 不看 是可以说 我也不可以去说 这 只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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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我们 别人是去一个 旅行 就是这样 这样 像我每天去他 看到 我也是很难 苦 我真的 在家中 已经十年了 我 去到那 看到他的 时 我就想到 他就说 妈妈 当初 我真的都不知道 说 你这样 让那些 小孩 走到 工作 都 都 没想到 你的感受 我想到 他叫台词 十几岛 你是怎么想 受的 真的 所以 我就 尽量 问我 我都不想去说 因为说的 也不好 我们 我们做事也没得到 我们 就能 这样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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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的痛苦 唉 我真的去他 我看那種很乾的 小小的錢 你去哪裡看他 我每年都去幾次 去看他 我真的感動 唉 老公老婆說我難聽 沒有愛就離婚離離 有時候他會這樣 想說我難以 世間人台灣南大 都被胎了 你覺得 法官是不是要聽你的 是不是 不是都聽那些 不是啊 他好像在害人 但是他有時候就說 煩煩的人 是怎麼不怕 不怕死 是怎麼法官會怕 怕被他們逃避 所以我說 這就沒他們 沒遇到他們 沒這個感受 好我們今天是中間電視跟民間特徵組 雙開直播 歡迎大家到子萍民間特徵組 我先點名一下線上是 有小豐豐慶張 還有哥哥姆仔亞 好 紅龍哈囉 會長好 還有CY CY說我們的節目品質還蠻高的 又愛我們的下一代 希望中線委員 在市場委員會表現的 令人刮目相看很棒喔 好還有這個金群 楊小雨 Duxie Tim Lee 別人讓孩子死不完 大法官又不是我家人 Calvin Singh 剛剛這個看的媽媽講話 真的很難過喔 那 我曾經看過有嫌犯 在法庭外 非常的凶狠 一進到法庭 完全溫馴的 跟一隻羊妹妹一樣 那檢察官您之前 有看過這種嫌犯不一樣 很多都這樣啊 就是我自己開庭遇過的 那個當事人 然後開庭非常的好 但是我有在外面遇過他 但是他沒有認出我 我戴口罩沒有認出我 他那個兇悍的樣子 眼神都跟開庭的時候不一樣 我對每一個被告到 政察庭到法庭 其實都會表現得非常乖啦 就是會變一個人啊 然後很多人都笑說 法院其實 法院跟地檢組 是全國孝子最高的地方 孝順的小孩 因為每個人來都說 你不能關我啊 我還有父母要照顧啊 我還有什麼要照顧 但是事實上 他們是不是真的會去照顧 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 我們最近有發現一個狀況 國民法官他們有時候 判的東西 他會跟專業法官有一點落差 因為畢竟 國民法官有時候 他可能沒有很常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有時候當事人在法庭上面 那些表演 他們會信以為真 當然這個以後 可能是 會有其他的方式去跟 國民法官去做對 培訓上面的時候 能夠讓他們多了解一點 那事實上我們剛分發的時候 大概前半年也會 也會比較容易被 當事人的一些表演會騙了啦 但是後來慢慢的熟了以後 其實當事人講他的 我們會去分析比較正確的 那個方向 所以專業法官有時候 他會比較 判斷上比較不會失准 就比較不會被當事人給誤導 那確實的 當事人在開庭的時候 態度跟私下是不太一樣 可是像剛這位 這個台大宅王 他最後沒有被判私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精神障礙 但精神障礙可以念到台大 不過還可以帶隊去比賽 然後參加電玩大賽得到冠軍 這個是有精神障礙 那這個精神障礙鑑定 當然專業度就很重要 台灣在這個部分 法官是產性的 那就可以免死嗎 那是我們要一直付納稅錢 去養這些殺人犯 其實有關精神鑑定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再朝向專業 那專業的精神科醫師 然後他能不能夠在 不受社會跟外界干擾的情況下 對當事人去做出一個 比較適當的認定 但有時候對於這些精神科醫師 因為我有一些同學是精神科醫師 他們也會有一些壓力在 因為他的決定與否 可能會關係到這個人的 會不會被判死刑嗎 所以其實他壓力是很大的 甚至比法官更大 對 因為法官是委託 給他們做精神方面的鑑定 但是鑑定出來的結果 可能就是那個死刑與否的 那個判斷很重要的標準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 當然國內他還是要 讓這個系統能夠運作得更好 否則你說像你剛剛說的 到底這個人 他有沒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為什麼非常多人 都是在行凶之後 他就會突然發生 精神方面的疾病 你也知道是之後嗎 很多都是這樣啊 很多都是這樣 之前都沒有 他們會抗辯嘛 他做了壞事之後 他們會去抗辯 然後那個會做這方面的 他律師也會教他 一定要怎麼做啦 所以這個被告在審理中 裝瘋賣傻 其實這個在全世界的法庭 都會常見到 這司法實務上面的問題 這不是教科書的問題 這是司法實務面的一個問題 是 那你的同行 真的都認為死刑 沒有辦法去嚇阻犯罪 當然我們沒有去做一個 沒有去做一個問卷 但是以我自己所認識的 警察或檢察官 大部分都傾向支持死刑的存在 因為我必須講 這個社會上面 有看過刑案現場的人 真的太少 所以其實之前有人問過我嗎 我在我自己連書也寫過 我說我在念法律的時候 在學校我們談論死刑 我心裡是有遲疑的 到底國家有沒有這個權利 去剝奪另外一個人的生命權 我以前曾經質疑過 但是我後來出來當檢察官之後 我從來沒有再質疑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說學生時代 你對於死刑與否 你的利潤基礎 是建立在理論 或是教科書上面 那你只要談理論 談教科書 談學說 都可以高談闊論 但是你到實務上面 我對於死刑存在與否 需要與否 我的利潤基礎 是建立在血淋淋的屍體 還有家屬的那種 哀痛欲絕的那種場景上 所以我再也沒有懷疑過 死刑存廢的這個問題 死刑就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那有一些廢死團體說 國家不能夠當作一個殺人犯 去槍決這個死刑犯啊 所以槍決手 他好像可以扮成閻羅網嗎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有法律 為什麼我們要有司法體系 是因為我們不要有 私刑正義 我們當一個人做壞事之後 我們不希望其他的民眾 組團去把他打死 或把他打傷 或把他關起來 像古時候的小偷就砍手 像這種事情 我們不要讓它發生 所以我們把這個 刑責的懲罰權交給國家 並不是國家取得一個 一個兇手殺人犯的這個地位 那國家為什麼 他會去執行死刑 是因為他要保障這個社會上面 其他人的生命權 所以我一直以來 我是絕對支持死刑的存在 但是我認為死刑的範圍可以限縮 就是我們把目前法律上面 非故意殺人的條文中 還有死刑的 我都支持把他廢掉 譬如說毒品壞防治條例 譬如說貪污罪罪條例 裡面有死刑都廢掉沒有關係 但是只要是殺人罪 不管是殺人的結合犯 譬如說強制性交殺人 強盜殺人 故意殺人 殺害直氣血清尊親署 等等的這些 故意殺人的條文 我覺得死刑就是要讓它存在 是 沒錯 也該執行啦 所以我對於這些犯罪人 我對於他 我不是不尊重他的生命權 我也非常尊重他的生命權 但是被害人的生命權 跟行為被告的生命權 都要一起考慮 他們兩個是等價的 是平等的嘛 為什麼 整個民進黨 整個廢死團體 整個這些網軍側翼 大家瘋狂的幫這些死刑犯 在維持他們的 維護他們的生命權的時候 有誰回過頭來 去為這些死者的生命權去思考 是 所以我一直主張 死刑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我對於這些被告 這些死刑確定者 我對他們 生命權最大的讓步 就是在於我希望 讓他有一個完整的 合理的 而且是有受保障的審判 整個審判訴訟程序 能夠完整的得到保障 而且在這訴訟程序中 他的人性尊嚴能夠得到保障 他的人權可以得到保障 他有足夠的時間 能夠跟家人道別 他吃東西用東西 都由國家來支付 給他律師 給他完整的整個審理的過程 甚至到最後要執行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讓他留下遺言 然後甚至有機會 是不是可以跟家屬說一聲再見 而且我對他們的人權的 最大讓步是到這裡 你要想一件事喔 委員 你這樣講 我就要替那些死掉的人 抱不平 對 所以你要講一件事情 對 這些死者 都沒有機會了耶 當他在隨便開槍 或隨便殺死一個人 他有沒有給這些人 一個人性尊嚴呢 他有沒有尊重過這個人 他有沒有給這個人 向他的家屬道別 都沒有 對 甚至這個人 可能死在荒郊野嶺 家屬都不知道他死在哪裡 然後連收屍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兩相比較之下 結果你竟然請全黨之力 在維護這些人的生命權 我是覺得這已經荒謬至極 所以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說了我對於死刑 我的見解 我是建立在 我看過的血淋淋的屍體 還有這些家屬的上面 我是陪著這些家屬 一起把案子辦完 你不要認為說 家屬原不原諒死者 這是他的權利 這不是他的義務 你不能扣這個帽子在他身上 所以我一直以來我覺得 這些有時候很多人權團體 廢死團體 他有時候 為清他人苦 莫圈他人善 他是站在悲劇外面 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在那邊說 你們應該原諒是兇手 他們是這樣 我是真的是在陪著這些死者的家屬 陪著他把案子辦出來 所以我沒有辦法認同這些 廢死團體的想法 沒錯 因為在這個原本 我後來參與了幾個刑案 也有到刑案現場 然後看到那個犯罪人的嘴臉 庭內跟庭外這種動嚇恐嚇被害人 跟不相干的人 記者也被恐嚇過 我才覺得他們的心理狀態 不是一般人可以去評估的 那有時候已經是到了 洪水猛獸等級的 那不是一般人的狀態 尤其是殺紅眼 他哪管你什麼生命啊 他剁你的屍體 就跟他剁雞 剁豬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講他人權 那被害人人權 為什麼在大法官不講呢 不討論呢 我可以尊重他講的言論 但是你被害人 你置被害人於何地 還是說死掉的人 他已經不是自然人了 所以法律上就不保障 就是這個社會上面你要知道 其實殺人案 判死刑的非常非常少 你不要以為社會上 只有這37個殺人犯 不是啊 這社會上非常多的殺人犯 最後被判死刑的那個比例 超級超級低 好 那你再回過頭來去 像我們剛剛你放的這個例子 你認為死掉了只有這個女生嗎 其實他媽媽的心都死了 他媽媽懷念這個女兒 你知道那個是多心痛 他現在十年了耶 還很痛 像大家有小孩 小孩因為被人家這樣殺死 你知道那個對父母而言 那是一輩子的痛 那父母是完全失去這個社會 或對自己未來的任何心情 所以兇手如果能夠伏法被槍決 真的沒有辦法平復傷痛嗎 當然是不能完全 我覺得是這樣 說死者被執行死刑 也於事無補 那個是騙人的話 所以我覺得死刑的執行 我個人認為至少有幾種功能 但第一個就是 硬報主義下的概念 你做壞事你就要負責嘛 那第二個就是 預防再犯的功能 就是讓這個社會上面知道 還有這個死刑存在 大家會害怕 你不要說什麼死刑 死刑對社會沒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 犯罪行為人不會害怕 如果不會害怕 這37個幹嘛一直拼命 在那邊爭取說要活的機會 所以死刑對他們還是有威嚇力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 安撫民心 不管對於死者的家屬 或者是對於社會 其實它有個安撫民心的功能 所以我認為死刑至少 這三個功能存在 你就是不要去講一些 很那種不著邊際的大道理 那些東西都是你沒有去 面對第一線的死刑現場 其實當然我們是因為 有這個工作的經驗會去遇到 那像法官他也沒有機會 去看第一線場 除非他自己早遇到 對所以很多人都說 也有很多費時 像譬如說以前小燈泡 那個他媽媽以前是支持費時 但是後來小燈泡被殺以後 他其實有動搖 對他有動搖 其實所以很多人 我覺得是這樣 就像我剛剛講那句 為盡他人苦莫勸他人善 就是這樣 你如果說沒有遇過自侵被殺害 然後你在那邊高談過論說 哇 實行犯要保護他的人權 其實你講的東西 只是你沒有遇到 對 那我們今天想要做的就是 我覺得社會還是要有 它的一定的道理存在 要有威嚇力存在 沒錯 你不能說放任這些人這樣 否則你看 為什麼日本 韓國 新加坡 他們不廢除死刑 他們還是有死刑 對 他們還是有死刑 只是他們非常謹慎的判決 謹慎的執行 那我們這邊甚至 還要去思考說 死刑是不是要廢止 好 那如果 我覺得今天政府 很不負責任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廢死 那你是不是先配套措施要出來 對 沒錯 而不是說你為了廢死團體的 你為了擋綱 你就整天喊廢死 然後你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如果你有配套措施的話 你無期徒刑 你是不是要去 我之前一直呼籲 無期徒刑要分級啊 現在無期徒刑25年可以假釋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 無期徒刑分級呢 像我目前我的想法是分三級啊 把它分成25年得假釋 40年得假釋跟 永遠終生不得假釋 你用這個東西存在之後 你再去逐步的思考 是不是要廢除死心 而不是毫無配套的情況下 我就是廢除死心 是啊 那這就鼓勵大家殺人啊 這就莫名其妙 所以我很不喜歡的就是 總是把跟人民相關的事情 當作政治工具在玩 因為不是說你喊廢死 你就是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 絕對不是這樣 這不能等同 所以我一直想說 很多人說俄羅斯是 不是就是他們的人權 沒有分數不高 可是俄羅斯是一個廢死的國家 所以你不能這樣子去比擬嗎 那你們最愛的美國 還有一堆州都有死刑啊 那所以這不對 所以我還是覺得啦 死刑與否跟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文化 以及這些人民的想法 都有關聯性 不能說世界上歐盟或哪個國家 他們是廢死 所以我們要那樣 才叫做符合世界的潮流 如果今天一個兇嫌 他知道有死刑的存在 我殺了人 我就知道一命抵一命 雖然法律沒有這樣講 但是有那個因果報應的心理 我至少在下手的時候 我不會致人於死啊 對不對 所以他會有點警惕啊 不然新加坡不是有鞭刑嗎 那光是鞭刑 大家就覺得很丟臉 然後連鞭刑都有嚇阻 社會犯罪之後 各何況是死刑 對啊 所以說我們目前 台灣其實殺人犯判死刑的比例 已經很低了 現在的政府是希望把這個很低 要變成零 所以不是說你殺一個人 就會被判死刑 沒有社會技術啊 殺人判死刑的比例 真的是超級超級低 就你現在要讓這個都沒有 我真的不懂你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剛剛說的 當這個人在殺人的時候 他完全不尊重別人的生命權 結果你們竟然一票人 為了他的生命權 在那邊主張 在那邊搞得天翻地覆 我真的不懂邏輯是什麼 真的非常的荒謬喔 那所以這個 而且現在大法官就直接 預約了你們的立法權 直接說限縮要這些條件 才可以判處死刑 對啊 所以說這個東西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大概是說兩年內要修法 那當然我是想說 當然我現在在思考法治委員會 至少我覺得這一塊 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說什麼樣什麼 三個或五個法官全數都要同意 才能判死刑等等之類的 其實這個跟視線有什麼關係 你為什麼要扯這個 這不是你的事啊 不關你的事 你為什麼要扯到立法權 因為五權是彼此分立的 你是屬於司法權 你就乖乖去論斷你的司法權 而不是跑來這裡去侵害到立法權 那我之前有受人家訪問 我有提過其實死刑 那個不是就是殺人 死的絕對不是只有那一個死者 如果你認為只有那個死者 那真的你對一個死刑 一個殺人案件 你能理解的真的太少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 他是一整個家庭從此破碎 我有遇過父母的唯一的獨子 然後隨便一個小時 都被人家開槍打死了 那這父母已經很老了 他還要靠這個獨子來養 所以你到底這一槍打死的是 一個人還是三個人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不是哲學的問題 這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 你雖然一槍打死了一個人 但是這兩個人從此無所一啊 那他們要靠誰 而且更何況付出的社會成本 然後大家心裡驚慌恐懼 像陳靜新事件那時候 白曉燕命案的時候 全國那一年 籠罩在恐怖的氛圍 因為他不知道躲到哪一個人 在家裡面去把誰綁架 把誰殺害 這真的是非常荒謬 大法官 不使人間焉火 這些年下來 其實我覺得 我們會不會是選到了一個政黨 他以 沒血沒累 就是包裝 就是拼命的搞一些這種東西 來包裝好像自己是一個 重視人權重視民主的政黨 但是呢 他所做的卻是不停的傷害民主 傷害言論自由 比如說 你說 沒錯 你要討論的用電 一個小店家去抱怨店的事情 然後馬上被網軍圍剿 那我的言論自由在哪裡 然後我的民主哪裡去了 少數服從多數 這在立法院竟然不能發生 是 好那到底我們民主哪裡去了 再來就是我們這幾年 一些犯罪越來越亂啊 我們的詐欺搞到現在 一天比一天嚴重 詐欺犯行嘛 越詐越多 那到底是誰在保障這些 犯罪行為的人權 保障成今天這樣 是誰帶著這些人 在對抗公權力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 回過頭去思考 我在那邊我不去給各位下一個 你就直接講結論啦 沒關係 讓大家比較好思考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 這些年來到底是誰去 帶領的教大家 對抗公權力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是一件很驕傲的事 只是誰幹了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對抗邪惡政府 請在野黨拿出非常手段 不然他們不會屈服的啦 對 所以在我的立場 我就說我這個人 可能走得慢 但是我絕對不後退了 我就跟你站到底就對了 我絕對沒有 我覺得打輸就倒下去了啦 倒下去而已啦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就要跟他 站到最後一刻 這是我的想法 這是民意的展現 大家一定要用力監督 你們的民意代表 好 那接下來我們帶大家 到台南留言去看 這已經是我們報導 不知道第二還第三次了 第三次說明會 業者在當場說要選址 另外選址 但搞了半天都沒有選址 每次抱著希望 然後居民又落空 這次真的要怒吼了 我們帶大家到現場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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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沒辦法 我們好好的把這個原子 按照我們的規定法 可以過 照照 照照 照照照 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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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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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就是留你的門戶 你設下去的話 有可能就是會爆炸 對不對 你爆炸這樣說的 那個滅也滅不掉 那下去的話 是20年是70年的一個契約 不是影響一年或兩年 對我們鄉親 對我們地方的發展性 嚴重性很大 你今天如果來奧列 如果那個Costco 我們很歡迎 可是你用這種東西 對我們地方沒有發展性 你們已經第幾次說明會了 我是來第二次了 我們留英人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真的是 怎麼講 都是一些老肉婦孺 對要中天幫忙發生 感謝你們 黑衣人是不是 對 他如果我們這裡 剩下廚工廠 他會說什麼 增加地方 地方房人工作機會 對 那可是那個都是 都不是你們的軍領 這樣子 陳愛蓮是壞店 我在議員說 議員有三個壞店 兩人這兩人一關 這還有一個 還沒說 啊你做的事 我都不知道啊 雖然發營會當 我希望你這 九七九不一的公司 以另一行科技來講 陳愛蓮是做壞事 哦 八十個 二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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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他可以修改 看你的規定 當然你們是 喔 經過經濟無可 台庭就做了啦 啊不然就去找 工業區 洞裡面設 啊都說工業 比較沒有資 啊不然你們 這個 我市場 陳愛蓮在發電話 在說這個啦 人家這個信任訴訟 說你們得這個不利 透支那一台 打電話 啊你們這次 看幾十個 幾十個面積多大 這樣 打電話 過去有 案例 所以我還是拜託說 我們大家不要再考下去 你考一台二十個 三次 大家如果考你們 要去公司做錢 要做幾十個 小孩 要去做任何教育 不然你們想要做什麼 明明 我對一級教育 不壞人 啊我民眾大家也來 我今天大家議員說 要跟賴慶蓮 他也土力 喔 萬一副理建設 鐵路照護主材 我說很多啦 啊不要在那邊說這些 大家做一做 大家有時間喔 來做事業比較精采 所以我在這裡也跟大家說 初衆要來這裡設計 有嗎 同時委員說 要請人來 還是說 跟初衆的關係好 當然 有初衆要來投資 這是大家都樂觀其成的 當然說 李明如果有人在抗議 委員這裡也一定都站在李明的 這個位置 大家有 其他的方法的意見 大家也會站在這裡 我們台人 不是我們民眾的指令 是政府的指令 對不對 對 所以應該是政府要出來的概念 你知道嗎 我們的安南區 九位電廠 還是民眾控制 它阻止下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執政黨 這樣處理方式 什麼嫌惡政司 都要在我們的台人 這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票 台人最多 對嗎 對嗎 這是我們 愛感情 什麼嫌惡政司 都在我們的台人 像你設計 我們的 能源 電廠 也是要這樣 太陽能 那個反光 你看 設計 多強迫就好 比方 你可以當患指 不要讓 好 這個最支持民進黨的 台南的居民 抗議 沒有綠媒爆 然後中天在現場幫他們爆 這個 我真的是覺得 非常荒謬 最支持民進黨的 就是這個儲能廠光電 設在台南 是最多的 在中天電視這邊 歡迎 San Sand Green Polk 歡迎加入 言論自由民主制衡 我加一 好 剛剛那個是 匯聚能源公司 我們查了一下他的資料 從2019年設立 當時資本額只有10萬塊 到今年 去年公司上市 去年 那總共有15億 暴增了15到15億的資本額 中間有增資 還有這個 他們在台南有很多的余電共生 那這個呢 是開始要設立 全國最大儲能廠 之前在鳳山 曾經有人抗議說 離駐紮只有80公尺的儲能廠 民眾抗議抗議 這個陳其邁 就讓他制止了 不要蓋 那現在改到了台南 我們台南黃偉澤 去年還在講說 我們會審政評估 另外選址 結果呢 今天抗議還是在原地 本來軍民認為說 應該可以另外選址了吧 結果還要原地蓋 哇真的是炸鍋了耶 所有的問題啊都是 都我覺得你們溯源去 所有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就是 蔡英文時代的 錯誤能源政策嘛 對 都不用講別的 為什麼這些東西 跟錯誤的能源政策有關 就是你在科技 這個世界上 綠能的科技 沒有到那個水準的時候 你就來欺騙國人說 我可以在什麼時候 我讓綠能佔多少比 然後電費不用漲 然後也不會缺電 你就是一直騙人民嘛 然後把整個能源政策 轉向2025廢核 好吧 那今天你一個錯誤的政策之後 因為你綠能嘛 那綠能就必須 伴隨著儲能廠 甚至要必須伴隨著 輸電級別的那個潰線 就是那個輸電線 它埋在地底下 那輸電線它有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導電大部分都是 它不可能用銀嘛 銀的導電是最好 它不可能整條線用銀 那這樣整天都被人家挖去偷賣 所以它可能用銅 或用其他東西 但是它必須要去克服 那個輸電之後的耗損 所以它必須走高壓 那高壓的時候 會不會又有產生 比如說電磁波什麼樣 對身體的危害 這個醫學上面 也還沒有一個定論出來 好 那因為一個錯誤的能源政策 我們現在得到的苦果是什麼 我們必須用幾千億去撥補給台電 九千億啊 沒有 那個是發展綠能 我意思是說 每年我們要一兩千億的錢 撥補給台電 好 那甚至呢 今年那個經濟部長 不是好像是經濟部長吧 郭部長他不是嗆說 如果那個不漲電價 那就要怎麼要補貼什麼呢 如果不撥補就要漲電價 類似像這種 而且現在不知道 漲到13%還是多少 好 那你回過頭去想 是誰過去告訴我們 台電在長電的 民進黨 就執政之後呢 你怎麼沒有找到 台電藏在哪裡 電藏在哪裡 好 那就說謊 騙了一堆人 好 那是誰告訴我們 那個綠能能夠取代核能發電 也是民進黨嘛 那現在發現根本 打不到你當初說的 綠能佔油的%數 根本就不對 再來是誰告訴我們說 這樣子下去 也不用漲電價 也在騙人 因為馬上 今年可能馬上就要漲到13%了 好 那再來 是誰跟我們說 沒有用電的缺電之餘 我以為你說 10月還要再漲13%是不是 沒有 就是現在有人在講 接下來可能還要再漲嘛 對啊 這到底要漲到什麼時候啊 所以說過去 他一件一件一件告訴你的 太誇張了 都跳票都騙人 但他最後就用一句抗中保台 讓大家只好喊淚再投他 那你現在面對的這個政黨是 內政搞得一塌糊塗 亂七八糟 然後你說兩岸關係 有比較好嗎 沒有啊 然後國際問題 有處理好嗎 沒有 邦交國快斷光光了 整天跟我們炒二七五八說 什麼要入聯 拜託你先把外交先搞好 不要再繼續斷交了 我們CPPPP都加不進去了 吃了萊豬吃了核食 還加不進去 所以說一直在 我說真的一直在騙人民 真的是騙 他騙完人民之後 因為這一招用了沒效 譬如說抗中保台 好像越用越效果越差 只是他40%了 他現在換一個角度 另開戰場 開始給你搞二七五八號 決議的 我們再來打個行程 就覺得人民聽不懂 什麼叫二七五八 我們今天面對的是 這樣的執政黨 好 那錯誤的能源政策 導致說 到處現在要蓋儲能廠 因為譬如說太陽能風力 他可能在沒有太陽能 沒有太陽的時候 或者是風力不足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發電 所以他必須在很多時候 他必須把發的電 放在儲能廠 然後等到沒辦法發電的時候 他再把這些儲能廠的電 輸出出來 這些東西都是沒有必要 所以你今天一個錯誤的 能源政策 導致我們嚴重的通膨 導致我們花了非常多 幾千億去撥補給台電 台電從一個賺錢的公司 搞到現在年年虧錢 然後再來 本來不需要到處設儲能廠 到處埋輸電級別的潰線 到現在到處都要搞這個 你知道一公里差不多一億 光那埋那個電燃線 一億喔 難怪他會說 綠能要九千億 好 這些東西都是導致於 錯誤這個政策的問題嘛 好 那現在開始炒 炒了之後呢 他到最後先找誰下手 台能當然是一個 最好下手的地方啊 因為所有的立委都是 執政黨的嘛 然後市長也是執政黨的啊 剛剛大家有沒有發現 那個藍綠講話力道有差啊 當然啦 因為今天他立委的助理 出來講話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反駁 執政黨的問題嘛 他沒有辦法去告訴人民 執政黨今天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他也沒有辦法說 我選擇選在這裡 然後他告訴大家說 這會給大家造成危險 他都不敢講 甚至所有的綠媒都不敢到場 所以我覺得這是悲哀嘛 那這是你自己 就是這個我們也沒辦法 因為畢竟民主你選出來的 你就只能去接受這樣的結果 對 然後你民眾抗議的聲音 出不去 上一次還說 多數人贊同設儲能場 原來現場有投票部隊 就是這些黑衣人 問是不是業者找來 業者說跟他無關 這樣睜眼說瞎話 當然是這樣子啦 那搞到最後你看 不過我覺得 不過我覺得你看這件事情 明明這個事情是地方上的大事 但是某些媒體卻不願意到場 那不就坐實了 那兩位離開的NCC委員講的話嗎 那兩位離開的NCC委員 不是說這正媒體啊 那不在這件事情上面 完整的呈現出來 王維晶 林立雲 對 就完整呈現出來 就沒想要替大家講話的 那中天或者是剩下 那個藍營的那些地方議員 跟立委助理 剛剛那個蔡議員 蔡玉慧議員 她已經去到都不想去了啦 因為台唐的地 照理說是中央立委 你只要賴慧元 或者是陳廷飛 你跟中央講一下 那個照不要發下來 就沒有了啊 那你搞得這樣子 三番兩次 每次都要抗議 然後抗議聲 這個自己都不會覺得很煩嗎 連蔡議員 她一直從頭挺到尾的 這個當地的議員 業者在搞什麼東西 她全部看在眼裡啊 其實我自己感覺 我這樣這段時間 我這樣想一下 一個比較邪惡的思考方向的話 我會覺得 其實這一套 所謂新的能源政策 就是搞錢而已啦 搞錢 你也這麼覺得 對啊 因為核能 它是 核能它其實管制非常嚴格 核能它是聯合國 它在管的東西 所以你要從中獲利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呢 我不讓你用核能 我全部導向新的能源的話 好 風電 風力發電的風機 也是我引進的 那些公司也是我開的 然後這些太陽能板的公司 也是我開的 都由我引進的 好吧 那我開了一堆能源公司 像比如雲爆或什麼 搞到最後我賺大錢 然後我發了一些電 然後逼台電來跟我買 也是我賺大錢 但這些錢 絕對不會是在野黨去賺的啦 因為這些錢 就是執政黨 執政黨才有辦法去操弄這些政策 所以本來你跟我們講的說 你希望用綠能的方式 來讓台灣永續 但是你今天 但我沒有看到環境 一直在被破壞啊 它今天破壞了非常多 它為了蓋太陽能板 它為了蓋風機 它產生非常多 對自然環境的迫害 那將來這些風機 過了年限 太陽能板過了年限 它的廢料處理呢 你也沒有一套完整的做法出來 這些對環境都會嚴重的傷害 那這樣對嗎 但環團都不見了 對啊 當環團都不見了 被升官發財去了嗎 這個時代也許不希望講實話的人出來 是 但我還是 其實我蠻希望很多學者 能夠出來講講話 其實知道的人應該要出來 就像委員你知道 因為在不講 就沒有人講 就沒有人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現在出來講 會被圍剿 你怕嗎 我們當然不怕 對 我們不怕 我們今天已經站上火線了 我們現在已經站上火線了 沒關係 你可以跟民間特政組結合 沒什麼好怕 但是你看 不是台南還是哪裡 不是有一間燒烤店 燒烤店 它只不過出來講一下說 它的電費多了多少 在罵政府 結果它就被圍剿得非常慘 是 這叫言論自由的國家嗎 不是 這叫言論暴力 它全體霸凌 好 那這個儲能廠 這個我還特別關注到一個狀況 去年2023年 消防署 內政部消防署 還特別 才研議了一個新的法令 叫做儲能廠 在以下這些場所距離 只要30公尺就可以了 包括住家建築物 停車場 公共道路 還有可燃性高壓 氣體製造或儲存廠 就是加油站 剛剛那個儲能廠 旁邊就是加油站 對面還有地方法院 法院也在那邊 好 住家的對面 就要蓋儲能廠 我以後打開門 看到是一個一個貨櫃的 像特斯拉 我的那個離電池 有86個貨櫃 我能接受嗎 消防局有沒有辦法 鋪火都還不知道呢 所以說它原本他們 設置的那個標準是 20千瓦的那個設備情況下 它要離30公尺嘛 但是現在 像譬如說那個什麼 牛什麼埔的那個儲能廠 它是170萬 就是高雄那個 就是170萬 170百萬瓦 它等於是 20千瓦的8500倍 那這一次我們在炒的 匯聚的儲能廠 它是204百萬瓦 那這個是20千瓦的 10200倍 所以你今天你要知道 它的容量不一樣的情況下 你卻用同一套標準 這個對還是不對 當然不對啊 尤其是他們儲能的這些 這些它是用離電池嘛 就像他們講說特斯拉 你一輛特斯拉你要滅火 都這麼困難了 那今天它把這麼多的東西 設備在那裡 特斯拉離電池 難怪大家會有意見 對 非常的有意見 而且重點是這個執照 在陳凱琳被抓的前一天 他才蓋章下去 那現在經濟部呢 中央都已經發給 匯聚能源的執照 他的母公司 就是現在的上市公司 德宏能源 宏德 宏德 那股價150多塊 也是漲翻天啊 那為什麼這個 你說他們其實真的 不是為了永續環境 是為了賺錢嗎 那土地 台灣土地這麼小 連土地都變成是賺錢的工具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一直跟各位有看到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的人 說一個 有時候你去分別這兩個 這些政黨的時候 你就把抗中寶來 這個邏輯你拿掉之後 你來看看到底 誰在傷害這塊土地 誰在破壞既有的制度 因為現在有太多人 人家先把你洗腦嘛 洗腦說要你說 我們來抗中寶臺啊 到最後大家都忘了 這是個笑話 拿掉這個之後 其實真正傷害我們的是誰 是誰在破壞這塊土地 這種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 綠能有點像是糖衣毒藥 它包裹得很漂亮說 我們要讓這塊土地永續經營下去 結果它今天給你的東西 是對這塊土地 它傷害可能更大 它甚至我就說嘛 它造成的通膨是直接 影響到我們人民的生活 沒錯 然後它當年給你 它為了推廣綠能的時候 它給你的所有保證 現在都跳票 但是只要跳票 它也不當一回事 所以誰告訴我說 絕對不缺點 是誰告訴我未來十年內 絕對不會有 那個電價的大規模調整 蔡總統 這些都騙嘛 然後到最後最好笑的是 我拿你們的錢 去撥補給台電 然後讓你們電價不用調整 還要你謝謝 謝謝政府 然後這種事 他拿你口袋的錢去交給別人 然後讓你不用再多支出電價 然後還要你謝謝他 他不是拿他口袋的錢 你們不要弄說那些錢 都是從你們口袋來的 都是從我們的口袋拿出來 永遠補不完 從頭到尾都在騙 超市一家公司資本額 還有五十萬 這家公司資本額十萬 四年就可以上市 對 最早 當然它後來它是有爭資 它是有爭資 可是你就會看到 今天我們其實台灣出代很大 很利致啊 是嗎 很利致 好吧 那個就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經營者 其實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台灣 對於這一塊 是完全沒有專法 行政院如果他找 為什麼今天 像譬如說主持人一直問我說 這到底有沒有土利 對啊 有沒有土利 我跟你說 不容易去說他們土利 怎麼說 因為土利罪它有一個很 很重要的構成要件是 必須要違背法令當作前提 所以我們在講 法令又自己定的 對 所以說譬如說 北檢他們在辦 那個柯文哲的時候 的那個金華城 他說還怎麼給到八百多 那他就說因為你在前面 你在給他這個獎勵容積的時候 你是違背法令 給他這個獎勵容積 所以土利罪它的要件 是要違背法令當作前提 但是呢今天最糟糕的是 我們今天儲能廠的這一塊 完全沒有專法 所以說的東西 就是靠行政命令嘛 我們看到他的法令 都是去年前年才 臨時修出來 然後他靠行政命令的 結果是什麼 就他說了算 他說了算 對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說 他違背什麼法令 都講不出來啊 那行政院或是地方政府 愛怎麼樣 他就行政命令出去 就可以了 到現在行政院 都還沒有退出專法 是 所以說無法可管 就大家愛怎麼樣 都怎麼樣 但這麼重要的事情 創新的這個產業鏈 你可能是在你旁邊 埋了一顆手榴彈 這麼重大的事情 政府卻完全不管 好 然後你說 業者能不能夠百分之百 說我的儲能廠不會爆炸 沒有人敢這樣講啦 他直接說不會啦 直接跟居民講說不會啦 他說不會是騙人的嘛 只是發生的機率高或低嘛 對 你不能這樣子啊 對啊 那今天鋰電池 不負責任 因為燒起來之後 不是只有燒的那個火的問題 它會產生有毒氣體嘛 是 所以它不是當場被燒死 或是被爆炸炸到 它是產生有毒氣體 它會傷害你的身體 是 那講到這邊 讓大家看 我們人民面對高通膨的痛苦 現在電價要掏荷包 但是政府官員 那麼兩個月15萬的電費 我們來看這一段質詢 你不是在講節能要省電嗎 兩個人用了2萬度 15萬人民的納稅錢 一個官邸 一個地方要用到這麼多的電嗎 同樣的時間點 你多出人家50% 蛤 你在裡面挖礦嗎 挖比特幣嗎 你知道啊 今年 中央部會 一共花了多少的人民納稅錢嗎 幫你們付電費嗎 80億 更離譜的 明年的中央政府 近來要用到101億 這個問題很嚴重喔 6月11號到8月11號 院長官邸 用電度數高達19,360度 在兩個月內用電近2萬度 電費約15萬元 執意是浪費納稅錢 請教院長回應 謝謝黃委員的提醒 其實520之後 我並沒有使用官邸 一直到了6月下旬 整修完畢之後 才約略有幾次 在官邸有開會等等 那我個人 大概在6月底7月初 一個禮拜 也只有兩天 會應應隔天上午的時間 會在官邸使用 那麼我的家人 也都沒有到官邸來做任何的使用 因此 我們也覺得這樣用電的度數的增加 是有所異常 那會這樣的增加 我會請這個電力的檢查 來看看是不是電器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同樣的 我也會跟國人一樣 我們還是會進一步的檢討 這個真的是看不下去 真的很誇張 光是電費 今天不是國防部 顧力熊住的地方 他說他沒有住 要100萬啊 電費啊 那人民燒烤店 我只講說 我兩個月兩萬塊 然後就已經被出征到 這個店家都要收起來 行政院長 你才住兩天 就已經是15萬 那你如果天天住還得了 文人這個 要他自己付錢吧 不是啊 政府根本就不管你啊 這個政府他做很多事情 就是政府做很多事情 他其實蠻莫名其妙 然後現在其實我個人覺得 他們沒有所謂對錯的觀念 他現在只要任何事情 只有他想要或不想要 那今天他想要的東西 即便是違法違反規定 或是不合理 他就是大量的用網軍 他先車衣去洗板就好了 為什麼行政院長講這話 還可以微笑啊 我至少做不到這樣 我好想哭啊 我至少做不到這樣 我覺得然後 他們以前有幹過很多 很蠢的事 譬如說 以前我還在當檢察官的時候 那時候說中午要 把冷氣關掉 對 檢察官熱得要命 輸機關熱得要命 公家機關很多都這樣嘛 中午冷氣被關掉 就大家熱了半死 結果根本沒省到電 反而電可能用更兇 因為當你中午午休過了以後 你必須把那個溫度降回原來 那壓縮機要一直轉 你壓縮機一直轉 反而更耗電 所以這麼蠢的政策 都會想出來 而且通令全國去做 我真的不知道 政府在沿你一些政策的時候 他只是胡扯 就是那種 對人民的話言巧語 還是真的有請專家 去研究相關的政策再推出來 我認為沒有啦 對 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你講那時候 我就有在北檢的時候 北檢跟北院他們在一起 可是你從北檢 北檢走到北院 你就覺得好冷 北院再走回 北檢都熱了半死 因為兩邊的預算不一樣 所以一邊冷氣開很強 一邊沒錢開冷氣 那檢察官開庭的時候 因為很熱嘛 火氣就出來了 所以我就不懂 這個政府到底在幹什麼 為什麼一直 一直做很多很蠢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一個執政黨 久了之後 真的會麻木掉 對人民的痛苦會有無感 他不在乎 他比較在乎 自己派系的利益 所以你看今天利益能下去 真的超多人賺大錢的 所以我之前不是有人開玩笑嗎 有人辦個案子吧 所以我很多人開玩笑 說你每天開燈手機充電 你就是在抖內給雲爆能源 就類似像這種笑話 網路笑話都會出來 所以我還是覺得 就是執政者應該也長生為念 他要考慮人民的需求是什麼 臺灣松鼠世界第一座 行政院官邸的電費 是我家的100倍 居民現在民眾也是會 非常有感這些無能 我用貪腐已經不足以形容 他們會說他們都合於法規 因為他們家去制定出來的 那這個檢調也是 所以我覺得在野黨 變成要很用力去 我覺得我們是要宣傳啦 其實是非對錯 你只要把真實的情況 如果是透明的擺出來 人民都能夠判斷 但現在問題出在 事實沒有辦法透露到人民那邊去 所以今天政府很聰明啊 我根本不去跟你 討論事情的對錯 我只要掌握了媒體的宣傳 我就把你洗版 讓大家覺得這個是對的就好了 這個大內宣費用15億的預算 這個能砍嗎 當然我們會去問他 到底目的是什麼 多出來就是警政署 說打架的大內宣 我在這邊順便提一個東西 因為最近不是超多側翼 超多地方沒水準的議員 都開始拿一塊板子說 什麼補助沒有啦 這個都是因為藍白在擋預算 你們擋掉總預算 明年金工價加薪沒貨這樣 加薪沒有了補助沒有了 薪水不能發了 我跟你講這個都在騙人 因為預算法五四條 非常清楚的寫了 今天既有的政策 既有的那些建設 你就還是要 如果你今天預算沒有過 還是要對照樣走 今天會受影響的是新的計畫 那我們今天要去弄清楚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那結果你今天既然可以說 我們認為預算要 你有某些東西要重編 結果你跟我們說這樣不對 這樣就是擋了明年所有的東西 我跟你講 今天最可怕的是這個政府 他明明知道 他講的東西是騙人的 但是他可以放任底下 同黨籍的所有地方的議員 或側議 拿著騙人的東西 繼續騙他洗腦他的支持者 這是很糟糕 比如說他跟公務員說 明年3%加薪沒有 我們不是說明年不能加 我們是說像我認為說 軍工家他們希望加到4% 我從通膨的角度來看 4%我也支持啊 那我退回去請你演你 可不可以4% 那這樣不行嗎 這樣叫做擋你3%嗎 所以這邏輯完全錯誤嘛 那今天他譬如說 我們說原住民他禁法的補助 他完全沒有編 這個科目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你就讓他過了 將來他也不可能 從別的錢把他流用過來 這不可能嘛 那他也在外面亂騙 騙那些人民說沒有的話 我們用別的費用來流用過來 這都騙人的 看到這種造謠式帶風向的梗圖 如果不知道 就到吳宗憲委員的臉書 去看真相 來看民間特徵組就有真相 對 所以我講的東西 至少我今天 我對我自己要求一個點就是 我講的東西 我都可以讓大家來考驗我 我講說我跟你講我的習慣 我不會拿騙人的東西 出來洗腦大家 但是現在的民進黨各地 有非常比例很高的議員 或是他們的政治人物 會拿假的東西來騙人民 大家要想清楚 要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敵人就在身邊 那是騙子嘛 好 謝謝小豐豐 線上抖內 感謝 好 最後呢 投訴爆料信箱在上面 那有任何的證據 你可以附上影片或照片 留下聯絡方法 我們進一步跟你查證 最後要請委員幫我們塗抹一下 這個是中天這個產品 Case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霜 這個你看看這個質地如何 這個你沒有塗過 我不懂耶 你看我這麼黑你就知道 你看我這麼黑就知道 買回去給你的家人 太太 小女兒用都可以 謝謝謝謝 它這個防護可以抹在你的臉 還有脖子 那當然也可以抹在手臂上 那這一瓶呢 這個它有哪些效果 待會請大家看完這個廣告 就可以感覺怎麼樣 就是比較不會黏黏的 因為有時候塗一些防曬會 對 沒錯 蠻舒服 它這款是不會黏 而且還蠻輕膚的 我自己有在用 那下次到南部太陽比較大 就可以先塗一下 而且突然沒有顏色 我記得那時候 蘇貞昌有一次塗到臉變成還公公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嗎 有一次蘇貞昌它就是塗完之後 臉變還公公 它為什麼 就整個臉變白色 就整個臉變白色 不知道 那它應該多買我們這幾條 那你跟它講一下 至少塗完顏色沒有變 對 就蠻輕膚的 那就不會上面浮一層油油的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麻煩到中天快點GO 在最後付帳結帳的時候 記得輸入CTR001 就是有優惠折扣 就是賴小英跟民間特徵組 優惠折扣 那一條是一千塊 兩條三條 還各有更多的折扣 好今天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陪審團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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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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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採用 別人